好了我們來關心的是 石澳署在今天公布了 編輯茶葉不合格名單 當中又發現有知名的品牌 也就是在信義區的高檔牛排餐廳 饒瑞斯餐廳 他們從美國進口的辣根醬 被驗出含有漂白劑 二氧化硫超標 超過300多公斤 全部都得要退運跟銷毀 石澳署表示 饒瑞斯股份有些公司 從美國進口一批辣根醬 被驗出二氧化硫 有每公斤0.034克 超出每公斤0.03克以下的法規標準 醫師解釋二氧化硫是過敏原 如果濃度過高 除了會刺激腸胃道 引發腸胃道不適 嚴重還會引發氣喘 導致呼吸困難 而除了辣根醬 這次不合格的品項 還包括越南的黑胡椒粉 土耳其的月桂葉有致癌物 還養一萬農藥殘留 總共16批產品不合格 通通得要退運或銷毀 好 這個有在吃枸杞的 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這枸杞通常都是紅紅的 不過我們來看到在 青海甘肅這裡的商家 他為了想要讓枸杞 看起來顏色比較鮮豔 賣相比較好 他們居然違規浸泡 焦雅硫酸鈉 甚至是工業硫磺來熏制 這可能會導致消費者的 腎功能還有甘功能 炎咒受損 商家都知道不能添加的雅鈉 就是焦雅硫酸鈉 會產生致癌物二氧化硫 但是中國大陸官媒提報 青海甘肅的不肖業者製作有毒枸杞 正值枸杞的產季 像是甘肅靜遠 枸杞粘產量5萬多噸 但是被執集 裝在枸杞的貨車 開到偏遠空地 進行特殊清洗 一開始還謊稱是鹹水 但是貨車越來越多之後 工人直接拆封一大包 焦雅硫酸鈉 加入水裡 讓枸杞洗出鮮豔的脈像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大絕招 硫磺薰智 因為下雨低溫都會影響枸杞麥象 而這些不肖商家 使用的工業硫磺薰智 有毒且含有大量的生 不能作為食品加工 一旦使用容易造成腎功能衰竭 多發現神經炎 肝功能損害等問題 硫磺薰智的貨 彩虹的好看 脈紅的特色的好看 硫磺薰的話 它是沖泡的時間長 不容易沖泡 想沖的不是真的嘛 能來好玩 不管是泡了焦雅硫酸鈉 還是燻過工業硫磺的枸杞 早已流入市面 有毒的枸杞曝光後 甘肅青海當地政府成立調查組 徹查加工過程 詮釋違法行為將依法嚴懲 皮皮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的健康時間來聊到的是打嗝 我們都知道這是人類的正常生理反應 但是大家有思考過自己打嗝出來的味道 可能代表著什麼嗎 事實上現在醫生就講了 其實打嗝出來的味道 很可能也代表你的身體有沒有出現警訊 尤其是味道特別重的時候要多加留意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醫生就有講 如果打嗝你出現苦味的話 這可能表示有膽之逆流的狀況 像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們的胃的蠕動通常排空也不是很好 所以打嗝會出現苦味 而醫生也有分享過去也有男性病患 他明明就沒有不舒服 但是打嗝出現了苦味 進一步檢查才發現 居然是已經罹患了胰臟癌 而我們剛剛講到的是苦味 如果今天你的打嗝出現了苦臭的味道 那可能要更加留意 就是可能是胃發炎 甚至是胃癌的警訊 因為醫生就講 這可能表示你的胃壁 有密密麻麻的腐敗組織 或者是胃出口被阻塞了 你的食物堆積發酵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這也要趕快就醫 另外如果是打嗝出現了血腥味的話 可能是消化道出了問題 或者是腫瘤出血 因為胃潰瘍嚴重 胃癌大量出血 這一些都會讓打嗝出現血腥味 而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出現這些味道 當然要多留意 事實上其實除了疾病之外 有時候生活中一些動作 譬如說搬重物 可能也會影響到你的打嗝 我們來看到這個搬重物 可能會引起不斷的打嗝 有患者 他就是20多歲的男性 他去重訊 但是因為舉得太重了 所以早至胃食道逆流 醫生就講 這主要就是因為太重的關係 負壓比較大 撐開了我們的橫格的扇氣 崩崩關不起來之後 就會不斷的打嗝 因為事實上其實這個時候你的胃 可能已經往上的移位 已經壓到了肋骨 這樣的狀況呢 其實最後只能動手術來排除了 所以下一次大家其實可以稍微 注意一下自己打嗝有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這可能代表你的身體 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聊到的是這個 有些人可能生活當中 比較喜歡自己生活 不喜歡有另外一半的伴侶 一起享受單身的生活 但現在卻有研究國際期刊發現 單身的人可能在老化 或者是慢性病上面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增長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研究 這是發布在心理學與衰老期刊的研究 這研究研究了1037個人 發現呢裡面有55個人 他們從來都沒有談過戀愛 而且他們的衰老速度 明顯的就加快了 尤其是生理衰老 早衰了比一般人快了2.9年 而且男性跟女性是相當的 另外呢還有更驚人的發現 就算你有談戀愛好了 但如果你的戀愛關係並不和諧 其實生理的老化速度也會更快 尤其他們也發現 這有伴侶會暴力 甚至是身體暴力的人呢 他們在這個老化速度 很明顯的比另外一些正常戀愛關係的人 來的還要快速 而且還要嚴重 我們現在看到精神科醫生 他就有說明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醫生就講其實 情感對於人的身心狀況的影響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大非常的多 怎麼說呢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單身的問題啊 單身可能會導致容易衰老 還有慢性病 主要就是因為單身的人他比較容易失去跟他人之間的聯繫 導致所謂的孤獨感 憂鬱跟焦慮 這些呢其實心理狀況也會影響到我們生理的狀況 那除了單身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的關係裡面其實不是很和諧 甚至遭受到暴力的話 狀況會更嚴重 最主要就是因為其實孤獨感是讓人身心狀態最不適的 而這孤獨感其實跟你到底是不是單身沒有很大的關係 甚至有伴侶還不一定可以降低 像是有一些人跟另外一半其實是貌合神離 或者是身邊其實非常熱鬧 但事實上你的內心是非常孤獨 沒有人可以真正的跟你交心 那其實這樣的狀況 老化跟慢性病的風險也會更高 那到底要怎麼樣呢 不是跟大家說一定要找另外一半走到最後才是對的 急診科醫生也有講 其實在人生當中有四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伴侶還是排在最後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其實是老友 老友是最可以提供你心理支持的 這個對於我們心理狀態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就是老本 因為老本有足夠的金錢支持 才不會讓我們被經濟的壓力給壓垮 第三個如果你沒有伴侶也沒有關係 其實養一個寵物 他也是你的心靈寄託 其實在對我們的身心狀態來說 都是可以往正面的發展去 所以這個留言區有關 觀眾朋友有說自己很孤單 寂寞覺得冷也不用覺得難過 其實有老友老本還有寵物的話 也可以替代有另外一半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不知道大家你平常花費的話 每一筆錢都會經過思考嗎 小薪花錢沒有思考 有可能會越來越窮 因為同樣一筆錢如果是小小的 有些人可能會拿去投資 有些人卻會拿去享樂 不過專家就講囉 這不表示你用錢要犧牲一些小確幸 但是要認真的規劃 就算是小資族 其實也可以好好理財 白花花的鈔票是上班族每天 認真上班討生活的最終目的 但同樣領著固定的薪水 有些人卻能把錢變大 有些人卻是越花越窮 花錢的話我會去買ETF或是股票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股票的話我的投資原則就是 買進好公司 可以當一個好股東 然後公司他會透過賺錢 讓自己的市值成長 那相對的他會反映到你的股票身上 對於上班族來說 當然希望薪水可以換來更多收益 目的也是希望減輕日常的負擔 算是一個被動收入啦 那有些人為什麼越花越窮 是因為花錢 因為他都是沒有花在 就是說這個商品 它是可以帶來收入的 那你可能買奢侈品 對於錢該怎麼用 每個人的見解可能不一樣 能創造的價值就會產生差異 我覺得其實花錢這間 它其實是很有智慧的 那一般的人他只是平常他就是花錢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他花的錢其實他是可以賺回來的 當有錢人的時候 他會去思考是他賺的每塊錢 是不是可以幫他賺回更多的錢 所以他就不會靠時間體力去賺錢 而是他會用錢去幫他滾錢 出過不少理財相關書籍的楊健林博士就點出 能創造更多財富的人 用錢時花更多的時間思考花錢的效益 其實關鍵也在於他們更有自製力 對個調查就是說 就是別急著吃棉花糖 假設就是同樣給棉花糖給一群小朋友吃 他們做實驗就是可以忍受之後 就是如果晚一點吃棉花糖 他可能將來可以得到更多棉花糖 就發現說如果可以晚一點吃棉花糖的 他們將來的不管是在學業或是在成就上面 他們其實是都會比急著吃掉棉花糖的人 會更有成就 這項實驗是1966年到1970年史丹佛大學 針對幼兒園小孩所進行的研究 他們可以選擇一份獎勵 像是棉花糖或是餅乾 但也可以選擇等待一段時間之後得到兩份獎勵 最終結果顯示 不論是學術測驗成績 教育成就或是身體質量指數 願意等待的小孩表現都更好 但這並不代表要犧牲生活當中的小確幸 我花的喜歡我可以換的開心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你花的東西上去 OK這個東西可以增值 那叫附加價 附定要求 但這個前提的假設是 你沒有花錢花過度的狀況 你不要跟我說你是月光族 然後我說我沒有 那個我這樣花錢很爽 我是要這樣花這就不對 這有點矯枉過正 消費的目的和背後的意義正是影響你總向不同道路的關鍵 因為浪費和花費天差地別 不過專業投資人也提醒 善用錢也不一定要很有錢 從小地方就可以慢慢改變 其實大家都聽過十分之一理論嘛 你十分之一去買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小吃竹 你十分之一拿去買保險 十分之一拿去把錢存起來 去做投資型的 ETF也好啦 黃金也好啦 等等之類會漲價 長期會漲價的東西都好 這就是那你剩下的錢 不就是你可以花的錢嗎 學什麼是錢 學怎麼花錢 學怎麼賺錢 學怎麼存錢 學怎麼去回饋社會 就是捐錢 就是從怎麼認識錢到錢的運用 這是我小朋友三歲的時候 我開始給他看就行了 同樣是錢怎麼使用 可能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因為有些人在乎的是短暫的快樂 但有的人卻能將眼光 放在未來的效益 TVBS新聞 鄭上緯下單詞 台北報導